把这个底下的叫做工作区 工作区部分的话呢 请你把它设定为AutoCade点型 这个环境设定很重要 第一个一定要这样做 AutoCade点型点下去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把这个环境 改的跟前几代的版本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 那 大家等它一下 那第一个动作就是AutoCade点型之后呢 请你把这个面板先关闭 因为暂时我们用不到 暂时用不到 关闭起来 咔嚓 再来的话呢 请你把这边这个工具列 上方这个地方 它叫修载工具列 请你点这个地方 把它搬家 搬到哪里呢 搬到这边来 这样我的习惯是这样 把它搬到这边来 那怎么搬家呢 按住上面这边 有一点虚线的地方 按住不要放 把它拖拉过来 按住不要放 拖拉 然后呢 放到这一个工具列这边来 放开 那接下来2D 这边 这个面板可以关掉了 将来我们只需要 把这些功能熟悉之后呢 我想第一个步骤呢 入门的部分 你大概就已经 能够这个 基本上就学会了 所谓的AutoCade的基本操作 主要是这一个工具列 这工具列叫做 汇图工具列 还有这个修改工具列 把这个工具列摆在这边 这两个 这两个工具列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开始画图了 开始画图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可以 直接 那当然点开了之后的话 这绘图工具列 你可以先试试看 如果说你要绘图的话呢 在那个 2010有个特色 就是你游标放上去 它会告诉你 这个线 它的一些说明 就是等一下 请你们先 把这个环境先 改成AutoCade点心 把这个面板 把这个工具列 搬到这边来之后的话呢 再试着了解一下 这边的工具列 主要这两个工具列 这两个工具列 那了解的方式的话呢 你把它 游标放在上面 它会有一些说明出来 那大家画线 比如说你可以试试看 它这个地方 使用Line 就是线的部分呢 它可以 让你制作出那个线段 那比如说1 2 3 对不对 你可以试试看 点下去 体验一下 1 2 3 这个地方再把它点一下 3 3 先不要管长度跟角度 那最后结束怎么办呢 结束请你按空白键 这样就好了 好 再来一次 线 1 2 3 那你还可以按一个 不要按空白键 按C C enter 这个地方 把输入把它改成中文 改成英文的 记得最后改成C C的话 C enter就是封闭的意思 如果你今天想要把这边 把它封闭起来的话呢 请你在这边 输入C enter 这边把它切换成英文 C enter 你会发现它做什么事呢 它会把这个部分呢 封闭起来 其他还有像 比较常用像圆 你也可以试试看画圆 画圆 然后还有其他 这相关的功能呢 大概熟悉一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